他 那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知道我是平安小区 动签的负责人 他跟我说如果想要离婚的话 取决于 这个房子的动签款 给多还是给少 什么意思啊 我 我没明白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房子动签款给的多 就可以马上离婚 如果给他不满意的话 他就拖着不离 他又换招了 妈 您是不是跟他见过面了 没关系 您跟他见过没有 没关系 我只是想告诉您 如果您再见到他 请帮我转告 我乔楚虽然是这个平安小区 动签的负责人 可是所有拆签的条款 是按照国家的规定进行的 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离婚可以 所有的钱我都可以不要 房子我也不要 我只要逗逗就行 那不行 那怎么行呢 他说离婚 你就得离婚 他现在不离了 他看你给他多少 动签款他才离婚 我们凭什么听他的 你甭理他 你别 别别理他 我们被他牵着走了还 什么人哪真是 翘楚我这么跟你说吧啊 这个 事情到这样 我再不同意你们离婚 我这个当妈的真的是 太不讲道理了 离 但是翘楚是这样的 你不能什么都不要 你得考虑逗逗 你 你不能 你不能什么都给他 你该得的就得得 我真的没关系嘛 我有工作我有能力 只要我不失业 我能把逗逗养得很好 我真的有这个能力 不 这是两回事情 有能力归有能力 你该是你的就该是你的 那逗逗晚上要上小学了 你一赌气说 行行行 逗给你了 那以后你 你带着逗逗怎么生活呢 不行 我不同意这样 妈 就同意了吧 反正我以后也听不到你再叫我妈了 行行行行 离吧 离婚是我跟方杰两个人的事 你是逗逗的奶奶 我们还是亲人 这个不会变的 逗逗归你的 不能交给她 她这个人品啊 哎呀 你说她什么人啊 她都交了一些什么人 她还找小三呢 我想好了 我这套拆迁法 以后拆迁了以后 无论是给我钱还是给我房子 我都不得 我给逗逗 我让她一分钱都得不到 我 我让她折腾 屠崽子 什么事 谢谢你啊 妈 谢谢你啊 妈 谢谢你啊 妈 谢谢你 其实这钱我真的不在乎 我愿意给的 真的 干干干净净地结束吧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只希望把欠罗征征他们那个装修款 给换起 咱不欠外人的 然后逗逗给我 妈 您放心 只要几个月的时间 我一定能换过来 我会把逗逗照顾好你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吃不惯这个 干吗非要 非要来学吃这个呢 我特意给你点了一份肉眼牛排 吃不惯怎么了 吃不惯就是要学呀 那你不是也不喜欢吃西餐吗 干吗非让我学呀 我是不喜欢吃 所以我专门带你过来吃啊 那我给你点了一份牛排 这个是七成煮的 那你来大城市了 总好学一点新鲜的东西是不是 你是不是觉得 我如果不会吃西餐 就特丢人了 我跟你说啊 我刚到美国去的时候 人家给我上了一份牛排 我管人家要筷子 真的假的 来吧 我教你 左手拿叉子 左手拿叉子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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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拿刀 这样 哎 李总 喂 罗导 你那个定金款我已经给你打过来了 我收到了 我已经查过了 太谢谢你了 李总 您真是个有信用的人 后面你还得抓紧啊 您放心吧 我现在正是干活呢 我一定把这活给你干票了 你就放心吧 那早点休息 好好好 晚安晚安 好吃吗 太好吃了 吃得太饱了 好 那回家 我得谢谢你今天请我吃饭 走吧 走吧 不不 我总觉得你今天说话奇奇怪怪的 你没什么事吧 我奇怪吗 我跟你说啊 你千万别跟我客气 你看我平时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都把你当垃圾桶 你要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都可以道给我呀 别走别说 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 还是和翘楚的事 就像你跟罗征征一样 两个人之间 总是觉得打不开局面 才一块别为妞妞呢 我也就是叫你出来 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松快一点 真就是这样呢 他们俩会不会真的有事啊 我被你今天这么一说 我都 我都担心了 担心什么呀 就这样 罗征征每天工作忙得很 哪有时间搞那些业余活动啊 那倒是 诚诚哥业余生活可简单了 他就是画画的图纸啊 弄的模型什么的 行了 走吧 上车 但是我跟你说啊 我其实挺后悔的 要不是我把诚诚哥给逼走了 我现在就能照顾他了 傻孩子 回家了 走 走 走 老齐子 我这心里啊 就憋得慌了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还是你有分辨力 真的 我这不是向你学习吗 这事啊就是 不管什么问题 只要一出现在自己孩子身上 那就失去了分辨力 又怎么了 你看我们家房间 现在人家又出新招了 他跟乔楚说 你动签款给我高我才离婚 你动签款给我很低我还不离了 你说这什么东西啊 我跟乔楚说 我同意你们离婚 同意 离吧 你看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你还说你干革命工作干出几天性来了 差点让自己儿子给骗了 我摊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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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上这个儿子了 喂 什么时候的事啊 好 好 行行行行 我会去的 没事没事 就这样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老钱你 你怕我怕晦气啊 怎么了 你得陪我去 参加葬礼 是她 是她 她走了 心脏病 我真不想去 别去 夫妻一场吧 跟她告个别 好 我陪你去 行吧 来 赶紧给方杰打个电话 对 市场额市大官司机电话 65863217 驾驭声 妈 怎么样 是不是东签款有下落了 你除了钱 还知道什么 我这不是着急吗 那到底什么事啊 你爸去世了 去世去世呗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跟他又不熟 怎么说话的你 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爸 我告诉你啊 明天下葬你得去 妈 你还嫌他伤你伤得不够啊 人都没了说这些有什么用 你必须得去啊 他也死哪儿死哪儿去 我不去 你得去 我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东签款的事情 出问题了 我爸死了 我妈非要让我去参加葬礼 那你不想去吗 要不是他 我跟我妈也不至于这么惨 人都没了 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爸 其实我还挺想陪你去的 可是我担心 那个女人要去 她会去吗 教主 她那么有里有面的 她肯定得去 那你更要去了 我去干吗啊 我看着她我就 我就更不痛快 你刚好去跟她 把东签款的事情谈一谈啊 哥哥 你就为了我们俩的幸福 委屈一下吗 就委屈一下 房子 海边 未来 行行行行 我去 我去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为了你 干什么都行 还有 翘楚 翘楚 好 对 叫翘楚也去啊 对 喂 翘楚啊 是 有这么个事啊 那个 你到那边等我 玉珍哪 在这个场合下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我知道 气坏的身子可不好 我知道 知道 你到那边等我 听话啊 听话啊 方姐啊 今天 我们一家人都在这儿啊 你们俩有什么话 倘开来说吧 那我先说吧 好 方姐 我觉得我们俩 还是尽快把离婚手续给办了 至于你说的 至于你说的 希望我 超出国家政策 多给洞签款的事情 我是办不到的 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觉得你也别拖着了 你再拖下去 你只能逼着我到法院去告呢 你少跟我来这套 你少跟我来这套 你拿法院吓我谁啊 我知道你是搞公关的 你能说 我告诉你 你就说出大天来 你不答应我的条件 这婚甭想离 我答应你没有用的 那是国家的政策 你要我违法是吗 我违法对你有什么好处 把我关起来对你有什么好处 那如果我违法了 我最后被抓进去了 逗逗怎么办呢 逗逗现在已经没有你 没有爸爸了 最后再没有妈妈 那我们这个家算什么呀 你说的再惨点 再惨点 我就告诉你 你要不着急 咱就这么耗着 反正我有时间 我没那么忙 停 我来说 方姐呀 洞签款能给多少 那不是巧楚能够决定的 得按国家政策 所以这个问题 你就别再提了 你们俩的婚姻走到今天 到底谁对谁错 在这儿 我先不说 但是 我今天表个态度 我 同意你们俩的意义 你呢 也别再拖着巧楚了 妈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你答应跟巧楚离婚 妈这个洞签款 所有的钱 全部给你 一分都不给她 而且我跟妈已说清楚了 只要你愿意离婚 咱们俩所有的财产 现金 房产 都归你 我 只要逗逗 我尽身处复 我唯一的条件 咱们俩是咱们俩的事 别扯上外人 你欠人家的装修款 给人家父亲 这事就了了 怎么样 别再闹了 妈的钱都给你 好不好 装修款 哎 喂 妈 我想好了 你跟巧楚说 明天一早去民政局 我们把罹款手去办吧 哦 我知道了 来 没别的事 来看看你 你没事吧 没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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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来 来 再来 阿姨 阿姨